大家好 给大家演示生活当中五种常用的绳结 第一种 单边双结的绳头嫁结方法 我们户外施工作业 拖车掉路时 绳的突然间发生了破骨断裂 在不具备换绳 不会嫁结的时候 可以学习死方法 硬舌不开扣 第二种 绳的破损修复结 绳的破损之后 用起来非常不安全 用这个方法经营修复 非常的简单 折完之后将这两环扣到一起 再将这破损处 拉伸之后翻转 奔转给它窜过 然后我们双向收紧整理 再次受力 安全牢靠 第三种 户外求生存 获取略入的 调整